1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广州市 深圳市 珠海市 佛山市 惠州市 东莞市 中山市 江门市 赵青市 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随着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措施的出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不断加快 粤港澳大湾区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1% 人口数量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% 经济总量却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% 过去的一年 中央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一批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形成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有10万亿人民币的体量 我们有270个产业群群 330个专业市场的覆盖力 这给科技成功的转化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是重中之重 今年粤港澳3D将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 突破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制约瓶颈 构建起跨区域跨制度的开放协同创新体系 我们下期再见